哲联今天又狂起来了 哲联直接就说 看见吗 事实证明整个欧洲国家 没有一个敢于俄罗斯对抗 只有我们乌克兰人 现在在跟俄罗斯 在玩命的抵抗 我们这场战争也是在替欧洲打仗 所以说你们要把一些武器 还有弹药及时的给我们 如果我们不替你们把这个俄罗斯打老师 你们这些国家将面临的都是死亡 现在是我们在死亡 将来有一天你们都得死亡 你们想活命 就得多给我们拿武器 你们拿的武器多少 完全决定于你们的生死 你们给的多 我打的就漂亮 你们给的少 你妈的你将来都得整死 哲联今天 哲联今天让对外说话老狂了 就是整个西方国家 你们记住了 你们不援助我 将来你们的走向 那我不敢保障 你们可能的下场 可能比我乌克兰还要惨 他指的是什么 他指的是这些 不怎么太援助他的这些国家 大家喊话老狠了 而且今天那个哲联士纪的那个叫 国防部部长叫什么什么什么行呢 他的国防部部长叫什么名呢 今天辞职了 今天直接已经把那个辞职报告都交上去了 我辞职 有的老狗他为什么要辞职 就是说实话 哲联士纪是以国内军方太过于腐败的方式 逼迫他辞职 但这小子说实话 他号称是哲联士纪的最强大脑 你们可能会觉得都不知道 但是他辞职 我告诉你 并不是哲联士纪想要他辞职 就是美国 非得不叫酷的吧 不是不叫酷的吧 叫什么 叫什么 对 尼泽科夫 支尼科夫是尼泽科夫的 是这小子 对 其实他就是解职 知道不行吗 就是美国非得让你下去 回手安排了一个 曾经在美国工作了好几年的这么个小子 这就证明什么 这个哲联越来越不安全了 你们都不知道 他这个国防部长 原先是个律师 跟普京关系 跟那个哲联关系 私人关系特别好 走到哪 带到哪 而且有一些晚上需要 有一些根本哲联士纪整不了的事 全是这个叫原先的这个国防部长帮着他 知道吗 得打这个指头 美国这回把他拿去了 知道吗 不用他了 换一个 换一个曾经在美国受训了好几年的这么一个小子 知道吗 这就说明什么 哲联是彻彻底底 无论是在这个军方方面 还是私人方面 都已经彻彻底底的被控制了 就是明白的 打个明白吧 换的好 我跟你讲 久久啊 他不是换的好啊 对 四十一岁 这小子脑袋啥都没了 这回哲联 我跟你讲 那就是纯纯的木偶子了 国防部部长都换人了 你还以为啥 原先的国防部部长 你别管他是律师 这小子表现不错 咱说实话 兄弟们 一年零八个有俄罗士都没说 把这四个咒拿来 你别管打的好还是不好 你别管反攻失败 还是不失败 我就跟你说实话 不管是这个国防部部长 还有那个叫 他的前线总指挥 总司令 叫扎炉日内 咱得说实话兄弟们 那得算是有功之臣 你们同意国各观点口口气 就算是咱们成天骂呀 埋着英乌克兰 暂时咱到着 但得承认一点 他的那个扎炉日内 绝对够个英雄称号 他的这个叫什么 他妈的国防部部长 也是为了这个国家 可以说是也算是付出他妈的 也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知道行吗 我感觉这个这两个人 功劳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你别管美国给他盖什么 给他盖个什么帽子 把他拿下来 我就告诉你兄弟们 不是要大动作歌 我就告诉你 国防部部长 现在打了一年零八个月 谁不知道我 前线最大的忌讳 就是他妈临阵混将啊 你们想想行吗 这个将都领 一年零八个月了 你现在突然就给他拿下来 就是军心上还是一些事情上 他百分之百多多少少 他是会受到一定波动的 但是美国还要把他拿下来 这能说明什么呀 我就能说明乌克兰的政权 已经可以说是彻彻底底 被美国掌握 对就是多少 暂点不听美国话了 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他把他拿下来 你们就可以通通过 头两天我给你们讲的一些新闻 就能分析出来 虽然说你这个叫 那个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部长 他没自己说 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下去的 俄罗斯呢 俄罗斯媒体也没报 乌克兰也没说 因为因为什么解职他 但是乌克兰对外公布的说 他根据啊 这个什么 征兵办公室啊 有一些腐败现象 前线打仗也有很多 这个军方的腐败现象 以这个为由把他拿来了 但是我告诉你兄弟们 什么原因 美化 听我给你讲就没有了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给你们讲新闻 你们大伙都能穿起来听 你们一穿起来想 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给他拿去的 你们还记得头两天 美国四星上将 还有美国的那个黑驴 叫他妈的马克 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美国的国防部长叫奥斯廷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乌克兰之所以反攻失败 是因为他的部队啊 太零散化 不听我们的话 我们给他公布的一些 我们给他整理的一些 什么他妈的这个 这个进攻方案 乌克兰不予那个 不予那个认可 而且他们一股行 他们化整为零 我都告诉他们 大范围怎么怎么干 他就不停 结果导致这次反攻失败 这说明什么 这就能说明 国防部部长在某些方面 百分之百不听他摆论了 你们要你们会觉得 你记得不就是头几天 我天天给你们讲 我说美国一直说 乌克兰这次反攻失败了 原因在哪 因为他们这个大闭嘴 成天闭嘴说 哪天哪天我要对乌克兰 俄罗斯这个形成反攻 我们又又又什么什么什么 说乌克兰的嘴不好 这是第一 第二 美西方国家给他制定了很多 怎么打击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占领区的 这个这一些这个条件 而乌克兰不予遵守 大伙就 就这美西方国家 就开始揣过他 这就说明什么 最小的就是 对 不听美国话 但是我跟你讲 你看那个扎罗日内 就说过一句话 基于前线上的一些真实的战场走向 有时候西方国家给制定的一些战略路线 是根本就执行不了的 而这个国防部长也说过 指我们要的不是纸上谈兵 我们要的是援助 并不是谴责 都是他说的 这回轮到他下去了 那么有没有啥意思不就是 就是美国你们老给我直手发酒 逼逼赖赖 要我们这么干 我们干好了行 干不好不是埋的就是这那 把一些不好的事全推上我们身上 把你们给出来的一些 真正让我们去打的这些手段 用在现代化战场上 或者是就是真实的战场上 那根本就是纸上谈兵 根本就用不上 所以说他一想这条摆动不了 整下他 拿下他 这回哲联身边全是美国人了 你们会觉得我这样 我告诉你去吗 虽然说可能没有人这么分析过 我就只能告诉你 这回的 这个国防部长再一换上 哲联 你就是彻底垃圾倒了 你就不用再考虑说 这是你的好朋友 那是你好哥们了 就剩一个扎炉日内了 这个扎炉日内 目前有很多媒体也在报 扎炉日内在某些程度上 与哲联世纪还不合 但是我因为这个消息不真实 为什么说不真实 我因为扎炉日内 相对非常忠于哲联世纪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扎炉日内不忠于哲联世纪 不忠于美国 他能接受正常时间吗 早就把给他扎下来 你们支持我这个立场的口口气 这都说明什么 有很多人说 哎呀他不合将来的兵变 我早就说过 你就记住一点 如果他有一点野心 或者是有一点不遵从美国和 哲联世纪的这个受益 你就记住行了 他早就给他补了下来了 何必还让他继续干呢 你想任命谁去当个总司令都一样 但是为什么用你扎炉日内 这就证明这小子 忠于美国 忠于乌克兰 所以说他是安全的 你们就被老觉得说 哎呀 这个扎炉日内扎的 怕兵变的 美国是干啥的 美国对外吹牛逼 就连他妈的这个 这个叫普利格基要暴乱 美国都知道 你想想兄们 就乌克兰前线 再说实话行 我不开 我不开玩笑 乌克兰现在所发动的这场战争 它的整个前线的总指挥 包括一些高级军官 你想想兄们 他们的国防部部长 每一天 包括他们的总参谋长 每一天都得跟美国 或者是北约高级军官 以视频汇报 或者是电话汇报的方式 每一天都得把战报 给人家汇报 这能说明什么 就是在前线上 他的一些总指挥 B2上 都得坐满了 北约的这些高级指挥官 你们会觉得 我不信 你被管是保护你安全的也好 还是瞅着你也好 都怕你兵变了 怕你一旦要是 真就让俄罗斯 或者是瓦格纳 给你们他妈的 给腐化了 就是你在进攻基辅可完了 同一国各关的后个基 俄罗斯都会用一个瓦格纳军团 去看住 他的国防军在前线打仗 那乌克兰就不会看住你 哲联士就不会看住你 那个叫什么扎路人类吗 你们会觉得 我不因为你的分析 你相信我 百分之百 就扎路人类 他们都是一样 就是都是在监管之下 而且都是在美国的 各种监管之下 你都不行 就是各种间谍呀 各种什么他妈的监管 全有 你想有一点什么过激行为 或者是有一丁点不遵守 什么这个北约的这个 这个这个受益的话 你看我受不受是你 所以这为你大伙不老 因为说的 哎呀 扎路人类 这个这个国防部部长 被拿下了 下一个能不能轮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前线中指挥 扎路人类 你看看他 他已经干一年八个来月了 你说他能下去吗 他下不去 这就证明什么 他也就是跟哲联一样 一起跪在美国这个面前 啊 这个奉路人类